快要充不起电了 进入7月以来 不少来自郑州的新能源车主称 郑州市域内几乎不同品牌的新能源充电站均迎来涨价 与平日最便宜的深夜阶段相比 充电费用涨幅接近一倍 一位郑州出租车司机称 我一天下来就要多花15至16元 一个月就得多花400至500元 另一位出租车司机则表示 充一次电大约贵了一包烟钱 不仅是郑州、上海、青岛、重庆等地 也出现了使用充电桩费用上涨的情况 部分地区高峰涨幅甚至达到87% 相比于燃油车 新能源汽车的一大优势在于其补能成本低 而随着使用充电桩费用的上涨 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成本优势还能持续多久 电价、服务费其上涨 据了解 目前面向C端的充电费 包括销售电价和度电服务费两部分 其中 销售电价是指运营商从电网 采购电力的成本动态更新 同时 不同企业的采购价格会使销售电价 有小幅差异 且一般采用平价与风股电价两种策略 近期充电费用上涨 销售电价的波动 就影响了新能源车主的补能成本 对于此次充电费用上涨的原因 有业内人士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比较共识性的看法是 由于工商业用电政策有所调整 根据今年5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 《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以下简程通知 6月1日起实行新的电价方案 通知中明确 新电价方案将用户用电价格逐步规定为居民生活 农业生产及工商业用电除执行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以外的用电三类 大型充电站的用电被划归到了工业用电中 区别于民用电和农业用电工业用电的价格较高 此外 从用电负荷的这个角度去看 由于今年极端高温天气频发 特别是夏季到来之后 很多地区的用电负荷明显增大 有分析认为 无论是上海 郑州 还是华北平原的一些地区 用电负荷随着高温天气的增多会显著升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充电桩这种大型的商业用电区域 在用电负荷高峰期 电价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布电服务费方面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4年发布的 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 2020年前 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 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充换电服务费标准上限 由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或其授权的单位制定并调整 此后 充电服务费逐渐市场化 服务费价格弹性上涨 在此轮充电费用的上涨中 有些地区就出现了上涨度电服务费的现象 例如 7月12日 郑州区域特来电的服务费 由0.42元每度 调整为0.6元每度 涨幅达43% 此外 青岛等地的充电装服务费 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以充电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充电服务费标准上限 由省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 或其授权的单位制定 用于弥补充电设施运营成本 特来电充电相关工作人员则表示 该公司目前在郑州区域的服务费调控 均由当地子公司直接负责 增加服务费可使装企实现盈利 多地充电费用上涨的另一个背景是 当前绝大多数充电装运营商 都处于威力甚至亏损阶段 以某充电装龙头企业为例 吉姆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0至2022年 该公司分别实现营收15.77亿元 31.04亿元和45.70亿元 亏损则分别为3786.49万元 5132.08万元 2600.02万元 新能源车市场规模处于迅猛增长之中 新车渗透率在2022年乘用车市场达到了27.6% 但从整个汽车市场的保有量来看 渗透率上不足5% 对于充电装企业而言 尚未进入消化存量的阶段 IDC中国研究经理王博告诉记者 此外充电装企业商业化进展不顺利的一大原因 还在于盈利模式单一 据了解充电装企业的收入来源 可以分为三部分 度电服务费 电费差价和增值服务 目前充电服务费带来的收入 占绝大部分充电装企业总收入的90%以上 天风证券分析师孙肖雅在研报中表示 就单装盈利空间而言 由于电价基本平进平出 差额收益少 现阶段盈利空间基本来自服务费 盈利模式单一 而根据中信证券研究院测算 如果保持单装的利用效率 提升度电服务费 单装的利润确实可以实现增长 以单装利用率6%为例 当度电服务费分别为0.4元每度和0.5元每度时 单装的利润均为负值 分别为0.43万元和-0.2万元 而当度电服务费提升至0.6元每度 0.7元每度 0.8元每度时 单装的利润转正 且逐步提升 分别为0.04万元 0.28万元 0.51万元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一个地区的度电服务费 主要是基于当地电费和当地物价局 合定范围而定 因此无法大幅提升 有充电庄企业高管告诉记者 考虑到价格竞争力 度电服务费主要还是跟随电价调整 不会进行显著涨价 我们调整的话 肯定是跟着当地市场的总体趋势和智能算法定的 这个价格调整都要经过市场监管局报备的 不是随意定的 星星充电方面告诉记者 对于是否提高充电费用来提升企业盈利能力这一问题 也要看区域的发展状况 因为不同地区表现不一样 提高充电桩利用率是盈利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正从一二线城市用户 向三四线城市及广大农村地区用户扩展 而后者有相当比例属于价格敏感型群体 有观点认为 如果充电桩费用大幅上涨现象持续 或使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望而却步 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拓展带来挑战 这也使得业内开始思考 除调高度电服务费外 是否还有其他可提升充电桩企业盈利能力的方式 对此 孙肖雅认为 在保持度电服务费不变的基础上 对于充电桩运营经济性的提升 企业短期要看充电桩的使用率 中信证券方面也表示 根据充电桩运营端盈利模型测算 充电桩利用效率是影响其盈利的核心因素 根据中信证券 对50千瓦直流单桩盈利模型的测算 假设度电服务费保持0.5元每千瓦时不变 当单桩利用效率从6%提升至10%时 单桩利润则从-0.20万元 提升至0.59万元 平均单桩效率每提升1% 利润增长0.20万元 此外 单桩利用效率的提升也可以缩短投资回收期 同样假设度电服务费保持0.5元每千瓦时不变 当单桩利用效率从6%提升至10%时 投资回收期从15年下降至5年 显著小于设备可使用年限10年左右 在此背景下充电桩利用率就成了考量充电桩盈利的最重要因素 据光大正确数据充电站盈亏平衡点的利用率在8%左右 但根据能力研究院方面的数据 2022年 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仍存在充电桩整体利用率较低的问题 充电桩平均利用率仅在3%至5%会达到平衡点门槛 影响利用率的因素包括地段 新能源车保有量出行量运营水平 我认为其中新能源车保有量运营水平是决定性因素 随着保有量增加以及运营能力的提升 单桩利用率有望持续上升 孙肖雅说 技术与运营端探索多样化商业模式 在孙肖雅看来 要提升充电桩的利用率 本质是提升放电量 其可以通过技术端与运营端两个维度来实现 其中 在技术端可以重点关注大功率柔性充电堆技术 这是一种高效利用电源模块 及合理分配充电功率的方案 公开资料显示 传统充电桩功率固定 从而导致高功率充电设备 在充低电池容量的车型时的实际利用率会非常低 而柔性堆解决了功率固定的问题 相当于集成多个充电桩及模块 同时外接多把充电枪 可实现多车共充 并根据实际车需求 灵活分配充电模块数量 与传统固定功率的充电桩相比 单位时间内能放更多点 除此之外 大功率柔性充电堆技术 还具有投资成本降低 向上兼容柔性堆的功率 可随时向上升级 降低重复投资 以及采用模块化集成设计 缩短维护时间 降低维护成本的特点 相对降低公共充电桩的成本 提高充电速度 可以让消费者省钱 省时间 提高公共充电桩的竞争力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会秘书长崔东树说 运营端方面 充电桩利用率的提升 可以采用分时收费策略 服务质量的提升 以及不同运营商的营销活动来实现 其中 分时收费策略 是通过调节风股电价与服务费 对充电需求进行跨时间调节 目的是提升装载低风期的翻台率 王博则告诉记者 在盈利方面 短期内充电桩企业 可以探索多样化的商业模式 包括一体化的充电桩安装 维护解决方案 装提广告等 长期而言 充电桩企业应当充分发掘数字化运营的潜力 利用线上平台 对用车者与充电桩资源 实现更加充分的协调与匹配 通过智能化手段 基于用户使用数据 对运营提供战术层面指导 从而实现进一步盈利 此外 未来光储充一体化后 有望赚取电价利润 也被业内认为 是提升充电桩盈利能力的一种可行方式 据中信正确方面介绍 光储充一体化系统 是由光伏发电 储能 充电集成一体 互相协调支撑的绿色充电模式 其工作原理 是利用光伏发电 余电由储能设备存储 共同承担供电充电任务 光储充一体化系统的核心优势在于 其在电价较低的古期 利用储能装置存储电能 在用电高峰期 使用存储好的电能 避免直接大规模使用高价的电网电能 可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实现风骨电价套利 孙肖雅认为 未来光储充一体化后 充电庄企业有望赚取电价利润